我覺得我已經入行三年了 所以我覺得大眾對我沒什麼期待 就是我反而對自己比較有期待 就是我希望自己可以 就是把戲演好了 對 我覺得自己是有責任感跟強迫症 對 那大眾的期待我就反而覺得 就當個善良的好人就好了 對 慢慢就發現好像 我天生的不是吃那個 那一行飯的料 對 沒辦法有一個很帥氣的人設給一般人 我們第二人生活就有可能會是 行銷 我不知道 行銷或畫家吧 對 我蠻喜歡畫畫 Hello Wabbit隊友大家好 我是柯正宗 快要33歲了我最覺得就是 其實很多東西之前看覺得沒有那麼重要 但其實現在回想起來的都是一堆美好的時光 這樣 其實你會不會越來越珍惜身邊 還留在身邊的朋友吧 因為以前朋友很多 人多年輕愛出去一堆人這樣 但是現在就很有說 一直從十幾年前二十年前 就一直到現在的朋友覺得 就每一個時光都很感謝他們的存在 不管是我好的時候不好的時候 他們都會在我旁邊這樣 好 我覺得建議現在在這種 大社群時代 不要被流量給影響你的判斷 對 你可能會因為某一篇流量很高 你就一直想發類似的東西 然後不是發自內心的 因為我覺得流量從頭就不是來自於創造式 講一個你想講的事情 有流量就有的沒有就沒有 所以其實就很怕很多人被流量從頭 就狂走偏這樣 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我覺得對我來說男子氣概就是要 容易表現自己 就是勇敢的時候勇敢 害怕的時候就害怕 脆弱的時候就脆弱 需要幫助的時候就需要幫助 現在已經不是所謂就是 我們要承擔男生要承擔一切或什麼 就是去了解自己比較不了解的東西 放下身段去問 去瞭解 因為你要瞭解更多不同的人 才會讓自己這個男人的知識哭越寡